安娜·兰布克医师,Dopamination多巴胺国度,在纵欲年代找到身心平衡。 大家好,欢迎来到智慧媒体的视频。 多巴胺国度这本书深入剖析了现代社会中,我们如何被各种诱惑所包围,以及如何寻求平衡。 摆脱过度消费的困扰,你是否曾经感到沉迷于某些事物,却发现快乐总是短暂而不可持续? 那么,你并非孤独。 在这个多巴胺充斥的世界里,我们都面临着寻找快乐和避免痛苦的挑战。 接下来,我们即将探寻如何在这个多巴胺国度中找到身心平衡。 千万不要错过接下来的内容。 学会从强迫性过度消费中恢复,我们生活在一个物质极度丰富且充斥着过度消费的世界中。 轻轻一按按钮,我们几乎可以购买到任何产品,从衣服到食物,从娱乐到性爱,甚至包括毒品。 简而言之,我们的生活充斥着诱导多巴胺的体验。 我们寻求这些体验来麻痹我们生活中的痛苦。 而多巴胺,一种处理奖励和动机的神经传递物质是完美的舒缓剂,但多巴胺的冲击并不能持久。 想象一下吃完一碗冰淇淋后产生的渴望,或者那种希望再看下一集剧情的欲望。 这本书汲取了科学知识和那些曾经饱受饮症之苦的人所得的智慧,为我们提供了关于如何在愉悦与痛苦之间找到平衡。 克服我们的强迫性消费欲望的想法。 在这个强迫性过度消费的时代,我们基本上都成了寻求快感的引君子。 当你听到引君子这个词时,你会想象什么? 是不是一个浑身出汗,瘦弱的吸毒者拿着一张皱巴巴的纸币换取一袋白色粉末,或者是一个住在郊区的妈妈疯狂地拔开玫瑰酒瓶塞,还有一个整夜观看色情影片的男人,又或者是一名大二学生。 整天滑手机,无法把他的智能手机放来学习,上瘾通常是指对某种物质或行为的持续,强迫性使用,例如赌博,性货电玩游戏。 即使他对你和周围的人造成伤害,前面提到的所有例子都是引君子。 可能听起来没有太令人震惊,因为我们实际上都在与一些不良习惯挣扎着。 作者安娜·兰布克也坦然承认他也是一名引君子,上映于《向目光之城》和《尺度灰》之类的衍生爱情小说,他在与患者会诊之间着迷地在Kindle上阅读他们。 无论我们选择的毒品,是电玩游戏,爱情小说还是可卡因,导致上瘾的主要风险因素之一是容易获取。 例如,当前正在肆虐美国的阿片类药物滥用危机,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在2000年代初期滥用处方阵痛药物造成的。 尽管大量的药物供应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效,阿片类药物通常是要品级的大麻的药效比上世纪60年代强了近10倍,但毒品只是多巴胺经济的冰山一角。 例如,想一想,不仅我们的食物更容易上瘾它们富含大量的糖和脂肪,而且有无数的点击和无休止的滚动,我们的科技也是如此,成瘾率正在上升。 在全球范围内,70%的死亡是由吸烟、肥胖和缺乏锻炼等风险因素引起的。 尽管贫困人口缺乏有意义的工作和健康,但他们有大量的多巴胺诱导的逃避方式。 同样,在受教育程度较低的美国中年白人中,过量服用药物。 自杀和与酒精相关的肝病是前三大死因,我们的痛苦源于试图回避痛苦。 在19世纪,外科医生会在没有全身麻醉的情况下,进行手术那时的观点是疼痛会,增加免疫反应并加速愈合过程。 如今的医生采取了完全不同的方法,专注于愈合、同情和消除疼痛。 这种对疼痛的回避使医生更倾向于拿起处方本而不是听诊器。 现在,四分之一的美国人每天都服用精神药物,十分之一使用抗抑郁药物,全球使用率也在上升。 在2006年至2016年间,美国使用利他林和阿德拉尔等兴奋剂的人数翻了一番。 震惊剂如瓦利姆和希泰普也上升了67%。 在2012年,美国的阿片类药物处方相当于每位美国公民一瓶药。 显然,我们试图麻醉痛苦,但如果我们生活在一个前所未有的自由、财富和进步的时代,为什么我们都这么痛苦呢? 我们逃避的痛苦并不是极端的,它不是骨折,更不用说无麻醉手术了。 相反,我们似乎无法忍受轻微的不是瞬间,选择分散注意力和心灵凝视,寻求娱乐来逃避当下。 索菲·兰布克的一位患者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作为斯坦福大学的本科生,他饱受抑郁和焦虑之苦,大部分时间都花在手机上。 兰布克认为,通过不断控制他的注意力环境,通过逃避自己,索菲实际上是在引发自己的症状,因此,他建议索菲不要在去上课的路途中听他通常停的播客。 尽管这个想法听起来很无聊,但无聊也让我们面对生活中目的的问题,留下一些没有被干扰的空间,我们允许思绪绽放。 尽管我们都在努力避免感到痛苦,无论是通过服用药物还是沉迷于爱情小说,但痛苦却只会变得更加严重。 全球幸福报告指出,美国人在2018年比2008年更不快乐,比利时、加拿大、丹麦、法国和日本也出现了类似的下滑趋势。 其他研究也发现,富裕国家的焦虑和抑郁率高于那些经济较不发达的邻国,理解这一现象的关键在于, 学习痛苦和快乐在我们大脑中的表达方式,接下来我们将了解为什么那些曾经让我们快乐的事物最终停止其作用, 乐趣必然导致痛苦。 安娜·兰布克曾如此着迷于《目光之城》系列,以至于她连续读了四遍, 无幸的是,第二遍的体验并不如第一遍那么好,在最后一遍时,乐趣几乎消失了。 最终,她寻求了更强烈的吸血鬼题材娱乐,但她的经历简洁地说明了乐与苦的平衡。 这是因为所有的乐趣都不是免费的,处理乐趣和痛苦的大脑区域重叠并实际上起到平衡彼此的作用。 一旦你获得了多巴胺的刺激并倾向于快乐的一边, 你的大脑就会自动开始重新平衡失误。 然而,平衡继续保持并等量的倾向于痛苦一边, 通常,这种痛苦以渴望的形式出现,再吃一口,再看一集,再来一次。 如果一次感觉好,那么两次会感觉会更好,对吗? 但是,问题在于,神经适应。 换句话说,我们会产生耐受性。 而且,我们暴露于令人愉快的刺激越多,愉快感就越弱,痛苦感就越强。 这就是为什么尹君子随着时间的推移会增加药物的摄入量, 也是为什么兰布克寻求了更疯狂的爱情小说。 最终,天平停在了多巴胺不足的一边。 这意味着我们不仅减少了感受快乐的能力,还对痛苦更加敏感。 对于兰布克来说,阅读一直是他最大的乐趣, 但当他沉迷于爱情小说时,那种乐趣停止起作用。 然而,他继续阅读,就像吸毒成瘾者为了避免戒断症状而高兴。 而且,当这种乐与苦的平衡永久地倾向于痛苦一边时, 人们会陷入复发,只是为了减轻阶段的痛苦。 好消息是,如果我们只是稍微等待一下, 大脑会自行平衡,我们将再次能够享受生活。 不需要依赖药物或有害行为, 应该指出的是,对于重度和长期使用者来说, 康复时间可能要长得多,有时甚至是永久的。 虽然上已引起的大脑变化是永久性的, 比如那些涉及触发和渴望的变化,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 我们的大脑会找到新的路径来避免受损的区域, 并帮助我们做出更健康的选择, 借除带来的洞察力。 我们的大脑天生适应了生活在资源匮乏的世界中, 但现在,在丰富多彩的世界里, 我们的乐与苦的天平倾斜的我们永远无法满足, 虽然追求更多的想法似乎与当今流行的生产力思维相辅相成, 但实际上使我们更容易感到痛苦, 更难感受到愉悦, 然而,这种局面是不可持续的, 但我们应该如何纠正自己的方向? 我们可以从那些曾经饱受饮症之苦的人们所获得的宝贵经验开始, 哲学家肯特·邓宁顿曾经说过, 尹君子是当代的先知。 康复勒的吸毒者和酒精成瘾者已经领悟到了一种完全适应于强制性过度消费的世界的智慧。 而且,就像他们一样, 我们首先需要停止使用以获得一些清晰度, 德莱勒每天都吸食大麻来应对焦虑, 但就像索菲无法放下手机一样。 这种应对行为可能是导致症状的原因。 兰布克建议德莱勒进行多巴胺进食, 停止吸食大麻一个月以重置她的奖励途径, 但为什么是四个星期而不是两个星期? 在神经科学家莫拉沃尔科夫进行的大脑成像研究中, 与健康对照组相比, 两周阶段的药物成瘾者仍然显示出降低了的多巴胺活动水平。 但在实验心理学教授马克·舒克特进行的四周研究中, 80%的日常饮酒者仅仅通过戒酒, 就不再符合临床抑郁症的诊断标准。 戒除的另一个好处是它可以揭示潜在的健康问题, 约有20%的患者在多巴胺节制后没有改善, 这表明存在精神疾病。 此外, 重度吸毒者需要更长时间的多巴胺节制, 虽然戒断通常对电玩游戏或色情成瘾的人来说通常比较温和, 但对于其他物质, 如酒精, 本二弹灼和二片类药物, 它可能具有生命威胁性对于这些人, 兰布克从不建议多巴胺节制。 相反, 戒断需要在医疗监督下进行。 一个月的戒除后, 德莱拉报告说她的焦虑消失了, 不仅如此, 她还获得了很多洞察力。 在大麻戒断引起呕吐后, 德莱拉意识到她对大麻的强烈依赖, 这种认知给了她继续前进的力量。 在她的戒除期间, 德莱拉看到焦虑是因为她的生活围绕西石大麻而展开。 在毒品不再存在的情况下, 她感到能够重新享受生活, 将我们的天平倾向于痛苦最终会带给我们快乐。 在戒除药物后, 迈克尔·兰布克的另一位患者, 发现冷水淋浴让她感觉非常愉悦, 很快, 她每天早晚都会进行十分钟的冰浴, 形容这种感觉类似于服用药丸, 科学支持这一点。 在布拉格查理大学进行的一项研究发现, 一小时的冷水浸泡会使血液中的多巴胺水平增加250%, 通过每日冰浴, 迈克尔让自己暴露于一些疼痛之中, 这导致她的大脑倾向于愉悦的一侧, 这个效果实际上比药物的纯多巴胺冲击更持久, 就像过度追求愉悦会导致天平停留在痛苦一遍一样, 逐渐接触疼痛刺激会使我们更能耐受疼痛。 这个观念可以追溯到苏格拉底, 她思考了疼痛之后的愉悦感觉, 我们都有同样的感觉。 想想跑步者的快感或看恐怖电影的刺激, 研究还表明, 适度接触疼痛刺激会使生物体更有抵抗力。 例如, 暴露于较高温度的蠕虫后, 后来更有可能在类似的情况下幸存。 而没有暴露于高温的蠕虫则不燃。 曾在1945年暴露于低剂量辐射的日本公民, 实际上显示出寿命略微增加和癌症发病率下降, 间歇性进食是一个较不极端的例子, 它已与更长的寿命, 降低血压和更强的抵抗刷老相关的疾病有关。 同样, 运动本身是疼痛的, 短期内对我们的系统具有创伤性。 然而, 它也可以增加多巴胺水平, 是促进我们健康的最简单方法之一。 有意利用疼痛作为缓解疼痛的手段, 可以追溯到西伯克拉底。 它写道, 当两种疼痛同时发生时, 强疼痛会削弱另一种针灸式这个观念在实践中的一个熟悉例子。 而一项发表在医学期Campaign上的研究通过神经影像学支持了这一观点, 显示一种疼痛刺激的效果可以通过另一种减轻。 尽管看似反直觉, 迈克尔通过接触疼痛的病语找到了快乐, 所以最终疼痛可以被用作通向康复的垫脚石。 说实话使我们自由。 有一天, 玛丽亚, 一位康复酗酒者和匿名借酒会的成员, 打开了一个寄给她弟弟的包裹。 当她的弟弟质问她时, 玛丽亚撒谎了, 然后整夜无法入睡。 第二天早上, 玛丽亚决定告诉她的弟弟实话并请求她的原谅。 通过这样做, 她意识到她不再需要承担谎言的负担, 在她还在酗酒时谎言无处不在。 而这种说实话的行为帮助他们两人更加亲近。 坦诚的诚实不仅对每个主要宗教都至关重要, 而且也是康复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是因为说真话可能会揭示我们的缺点, 使我们意识到自己的行为帮助我们保持责任感, 并促进亲密关系。 无论是与我们的心理治疗师, 还是匿名借酒会的赞助人, 还是与牧师或亲近的朋友交谈时, 大声说出我们生活和问题的真相, 让我们以新的方式看待他们。 这是因为当涉及成隐形为时, 我们有点像自动驾驶, 我们过于专注于奖励, 以至于不停下来考虑后果。 或者更准确地说, 我们在否认。 在一项有趣的瑞士研究中, 研究人员发现刺激前额叶皮质大脑的决策和情感调节部分可以增加参与者的诚实反应, 这些发现使蓝不可提出了, 反过来是否也可能成立即说实话可以刺激前额叶皮质并有助于情感调节。 尽管没有数据支持这一点, 康复的智慧表明, 通过实践坦诚的诚实, 我们可以增强对我们过度消费的强迫意识, 并学会采取不同的行动。 许多人害怕说实话, 认为如果人们知道我们的性格缺陷, 他们会四处奔走, 然而, 通过揭示我们自己所展现的脆弱性, 实际上帮助人们感到更亲近。 这是因为我们的缺陷往往反映了他们自己的缺陷, 通过展示自己, 我们帮助他们感到不再孤独。 这种分享是一种亲密的形式, 有助于我们感到安全。 当我们知道自己周围有可靠和诚实的人时, 我们实际上会更加自信, 对自己和在世界中的位置更有信心。 最终, 这有助于我们相信一切都会好起来。 社会羞耻感赋予我们所需的谦卑之感, 当涉及到羞耻感时, 我们的文化如今更加开明了。 对于破坏性的羞耻感, 如谴责, 身体侮辱和社交媒体上的侮辱, 我们都强烈谴责。 我们知道破坏性的羞耻感是有害的, 因为它导致了痛苦的孤立, 并很可能会重复引起羞耻感的行为。 问题在于, 羞耻感实际上对于建立社区非常重要, 对于违反规则的行为来说, 它是适当的反应。 不幸的是, 无论是撒谎、偷窃、 过度放纵还是尿床, 大多数成瘾者和酗酒者都有许多事情值得羞耻。 幸运的是, 匿名借酒会采纳了一种社会羞耻感的模式, 其中违规行为会得到理解, 并有很多机会得到救赎。 与因为可耻的违规行为而被排斥在外不同, 康复中的人被接受, 因为我们都是不完美的, 值得得到宽恕, 让我们快速看看破坏性羞耻感是如何起作用的。 蓝布克的一位名叫洛瑞的患者曾经与酗酒和过度金时有关, 他一直都是个虔诚的教会会员, 但当他寻求教会长老的帮助时, 他们只是说他们会为他祈祷, 并要求他不要向其他教会成员提起自己的问题。 长老们对洛瑞的问题的回应是排斥他, 最终,洛瑞找到了匿名借酒会, 在那个充满诚实和接受的环境中, 洛瑞终于感到自己不再孤单。 另一方面, 社会羞耻感是一种积极的力量, 因为他既培养了谦卑之感, 又将我们与我们的支持群体联系在一起。 蓝布克的导师, 他本身也是匿名借酒会的成员, 将他的康复描述为一个去耻辱的过程。 通过参加会议, 分享自己的经历并倾听他人的经历, 他得知自己并不孤单, 在他的酗酒多年中, 蓝布克的导师说了无数小谎言, 他提到, 他的妻子眼中的失望是他借酒的主要动力之一。 他做了许多值得羞耻的事情, 但匿名借酒会给了他一个弥补和重新规划生活的途径, 匿名借酒会的坦诚自我检视模式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自己的缺陷, 并使他们对他人更有同情心。 同情心是无价的资产, 因为人人都可以多一些同情心。 总结, 似乎我们都在努力达到不可能的标准, 无论是自我施加的, 还是由他人设定的。 因此, 难怪我们偶尔想要休息一下, 释放的机会似乎无处不在, 从时髦的酒吧到无休止的信息流, 无限的流媒体到无底的晚, 但是请思考一下, 如果我们不需要逃避会是什么样的生活? 如果我们只是转身面对他呢? 这是兰布克对我们的最终建议拥抱我们拥有的生活, 关注他无数的细微差别, 并在一切事物中追求平衡。 虽然这些行动不会立即见效, 但我们的耐心和毅力将得到巨大的回报。 一个有价值的生活, 当我们在强迫性过度消费方面挣扎, 无论是药物食物还是手机使用, 我们倾向于停留在当天, 告诉自己明天会做得更好。 相反, 退一步看待你的整个生活, 你想在一年后还这样生活吗? 五年后呢? 从大局出发, 可以让你更好的看待日常行为。 希望能给你更大的改变动力。 谢谢您收看多巴按国度的听书视频, 希望你在这个纵雨年代找到身心平衡, 并实现更富有意义和满足的生活。 愿你在这个旅程中取得成功。 恭喜您又听完了一本书, 感谢您对我们的支持和关注。 请订阅智慧媒体听书频道, 点赞和分享给身边的家人和朋友, 激发你的思维, 发现新的世界。 点击通知按钮, 第一时间一起体验启迪思考与智慧的力量, 开启美好未来。 下期节目, 我们将继续探索如何在人生中取得美满成功。 敬请期待。